多謝婷宇 說到台北市的南京西路 整個街口這個早日晚上出現 差不多2公斤這個瓣 早上才吞三而已 今天早上 如果出現這個瓣 還比較大瓣 這次瓣的瓣有比較大 並且離這個人家室 比較沒有三公斤 台北市的節目我們早上就去看 今天待會先用吞頭的 上近三天第三萬星 路方起來 頭下 看起來探討 是不夠閉嘴 是越扁越大瓣 就要再直接落下去 可以看到地面上有好幾道的裂縫 往後面一看就是一個超級大的天坑 而且距離民宅不到三公尺 動太大了 不應該 而且它是填完之後又又又這樣子 所以蠻差勁 像我們的車子也沒辦法進出 因為停車塔的車子根本沒辦法動 變了那麼多人在這邊 總是我要營運 好 目前已經掌握 確定 求了 就是在深度比較深的衛工館 污水館這邊有破損 所以我們也即刻的先做了分館 就是這一段我們接下來就要把它廢止 然後相關的衛工館 我們在前端 我們就有一個分流 也都已經處理好 八河出現落空 高河開始空落 好像是光山落水 晚上這點進行 調查很嚴重 就在這時 離空橋三公橋的地方 開始落橋十五公橋沖 光營用刷包給空起來 十合佛沒有兩點 又一次落進去 離邊的處是越來越垃圾 民眾也懷疑住 還會躲起 可是如果側溝跟主建屋分離的話 代表什麼 我們這個主建屋是要站得好好的 基本上我們還比較不擔心 台灣市府近北郎 也有附近的警察部 現在沒有氣氣中風 最近三天的時間 第一次把空空起來 開放單耍通行 這次南京洗路是附近交通 很重要路線 在上班節出現這個進行 四十位也開始在這台車 這裡空 但是沒有光景修理好 附近交通 鄉竟的大拍 嗨 我是莊宇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宇潔一起看新聞吧